首先要带观众朋友继续关注到俄乌战争的目前局势 俄罗斯自从总统普钦发布动员令之后 周二国防部已经表示 两周之内动员超过了20万人加入军队 不过在社群上头流传的影片显示 俄军的装备明显不足 连睡袋新兵也要自己带 而远东地区主管征兵的军委 更因为正招出包遭到开除 而相对俄军的混乱 乌克兰在乌东跟乌南两个阵营 双双告捷 拿下了铁路枢纽 立曼之后 接下来要往顿巴斯地区挺进 而乌克兰南部要沿着聂伯河 目前已经收复沿线几个村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223天 当莫斯科正着手并吞乌克兰四大区 乌军在这些地区的前线却大有斩获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多地插上乌克兰黄蓝旗的画面 乌军不仅在乌南打破俄军防线 在乌东也迅速大反攻 从俄国手中拿回更多领土 并威胁俄军在南方的补给线 乌克兰军在南部取得自开战以来最大突破 沿着具战略性的涅薄河迅速推进 收复数个村庄 同时摧毁俄军31辆坦克和一具多管火箭炮 在乌东同样气势大阵 乌军部队车辆前进周末刚拿下 俄军在盾内刺客州北部的主要堡垒立慢 接下来可以以此为据点挺进盾巴斯地区 相对乌军士气高亡 俄军现在恐怕有些军心缓散 不知前线连连撤退 连俄罗斯总统普清刚动员的征兵 似乎也是一团乱 在电视上普清动员的成千上万军队装备精粮 但在社群上流传的影片显示 现实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征兆程序也频频出包 不少资格不服的人也接到兵单 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就因征兆的新兵半数不服标准被送回家 当地军委因此被开除 为了平息内部不满加强内旋力道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新兵在后方进行密集战斗训练的画面 俄罗斯联邦会议则加快脚步 由夏议院率先通过吞并占领的乌克兰四大领土法案 下议院国家杜马没有议员反对 周二将送往上议院联邦委员会 预料同样无人反对 为普京并吞野心盖上橡皮图章 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否决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提的并吞谴责案 而美国亿万富豪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则在推特上发起结束巫战民调 计划包括提议在联合国监督下 在俄国吞并的四个地区举行选举 另外也要网友投票是否认可克里米亚属俄罗斯 但推文一出立刻惹恼乌克兰政府 总统泽伦斯基亲上火线 要大家投票是喜欢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 还是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 立陶宛总统也推文 有人想偷你特斯拉的轮子 不代表他就是合法车主 与乌国同一阵线回呛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